你也看到李渊是有心去打压李世文的 李世文那时候他有份起兵 有份起兵就有些人帮他 其中一个人帮他叫刘文静 刘文静很帮他的 但刘文静跟培道就不适合 培道就是李渊那些人 所以当培道和刘文静都一起有份帮唐朝建立的时候 刘文静就觉得 为什么培道的级续比我高呢 所以What happened? 培职了,不是培道,培职了 所以到那个时候 刘文静就不断说培职的坏话 李渊就把刘文静处决了 那个是strong handed的需要 但是他做这件事其实就是刘文静的势力 所以其实李渊一直都看着他想着玩平衡 玩平衡就是想着总之李世文我不可以继续他 我也很欣赏他,他是一个很好的儿子,也很厉害 但是到最后其实应该是李渊成接班 因为他是长子的孙 所以也是看到这次这个故事 然后慢慢说就是 亦都是和家族生意 就是拿了很多家族生意 因为今时今日是这样的 你当有几个兄弟一起帮忙打江山 兄弟同甘,其利断那个甘是自己的甘 因为把剑是永远回到自己的 你看到很多现在香港海外的华人的生意 其实都是发生这件事 追利的剑永远往往都是回到自己的 其实很有趣的是,你好像刚才所说的 分开两个儿子,一边打西,一边打狗 所以将盘生意分开一个 去找一个行为地产的行为 OK,这个就OK 这个OK 但是那时候中国就不OK 为什么现在就是说 譬如你有几个儿子 你负责A,你负责B,为什么OK呢? 因为你继续去那时候,你不用打回头 中国历史永远 由汉朝的七王之乱 到晋朝的八王之乱 到明朝的靖兰之变 都会打回头 为什么呢? 因为那块肥肉 其实永远都是我们汉人住的地方 这个长城以南 40cm落雨以南的才可以更重 一定是青藏高原以东 一定是越南以北 当然也一定是上海以西 因为那块肥肉 所以如果你分开那时候 在中国历史上会打回头 但是其实我们 这个也是我觉得 拿中国历史去看全城这件事 其实小朋友 如果你有几个兄弟 这样要 其实就应该这样分 因为你可以继续去 你不会回头 所以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 其实李世文有一个机会 李渊会被他做太子 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有一个叫做杨文干案 杨文干案是没有七年 没有七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即是629、624年 就是有一个叫杨文干 杨文干案其实是太子的人 因为太子已经买通了 很多皇帝身边的人 例如皇帝身边的大部分的妻妾 都是太子的人 杨文干本来是太子的侍从 就是做bodyguard 然后他也是管着京城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将领 大家都知道 你看中国历史 由秦朝到最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实最主要的政变 都一定是跟京城 卫戍区的武装有关系的 必然的 所以唐朝就怕皇子 会这样跟卫戍区的官员 军官有勾结 借着他们的沟通 杨文干是太子本来的人 太子竟然送了某一些 即是送了一些 盔甲、装备、刀枪 到了杨文干上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不可能接受 就告发了杨文干和太子 李渊就很糟糕 搞不定 因为他刚刚去了山区做温泉 就派了叫于文荣的人 就会遂这个杨文干 你搞什么呀 你是不是想作反 即是为了太子作反 这个很奇怪 因为于文荣 其实是四皇子李元吉的人 会不会有什么沟通呢 不知道 但是what happened was 李渊就说 这件事不跟李世民似 就是李世民说 现在你大哥找了他的亲信 杨文干 就可以练成于文荣 然后到不变 半变 MutusScjan 然后你大哥想做皇帝 我就派你去平亂 的时候我便泄了太子 就会制作得成太子 USB 就会做 Бог 我便去 你知道李世民打仗很厉害的 两人搞好杨梢干 负责了日文江 负责了于文荣 他说 没事了 搞定了之后 李渊一个屈美仇 不让李世文做太子 反而就罚了两个东宫的人 即是李建成两个的人 还罚了李世文其中一个他的亲信 叫道阎的人 道阴是谁就是防茂道断成语的杜如晦的阿叔 出名是阴谋诡计 那整件事为什么呢? 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刚才所说的就是 新唐书和知识通鉴 即是司马干条PK 写的东西是百多二百字左右 如果你再建立的话 我认识一下 我所知道的是这么多 我只是拿着正事不拿其他事料的话 就是应该如无意外 李渊知道他犯了 反正叫李世文去评论 评论的时候他大概知道 其实李世文不是没有份 应该就是派了杜阴去评论 于文明和杨文干一起去做世界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李世文在杜阴被人 罚配去属国四川的时候 给了三百两金 你为什么要给钱人呢? 如果你不是叫他做了某些东西 你为什么要给钱人呢? 那这个不是局中之局 就是如果我们再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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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他在杨文干这件事里 就投马于文明就说 喂 反了 反了的话 就拿着主子上去 推着主子上去 你们就全部都很厉害了 然后就这样 李世文 create一个这样的叛变 谋害太子 他接着去打这个叛变的时候 他赢了 他就做太子了 我全部都是自己作的 因为我所知道的事 我刚才说了 我的解释就是这样 因为如果不是 真正的历史实在完全不合理 也是中国历史最好看的东西 就是当你看到最正史的东西 是完全拍不到剧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任何人 可以拍到这个中国历史剧 因为你如果只用中国正史来说 你拍不到 因为所有的都是假的 除了李世文是男人之外